在8月31日 这个全国性的国庆日 大马全体人民本应该欢庆的日子 却意外地发生了一场悲剧 一名参与国庆游行的 芙蓉志愿警卫局 Rella队长 在今早的游行中突然昏倒 随后送往医院 不幸被证实猝死 这位名叫穆哈莫诺 享年53岁 他在早上10时左右 带领他的队伍参加国庆游行 当队伍经过舞台继续前进时 穆哈莫诺却突然在 森州基金局前倒地不起 紧接着被送往芙蓉端姑 惹化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 悲剧最终在当天早上 约10时30分发生 穆哈莫诺在芙蓉端姑 惹化医院不幸去世 医院随后证实 他的死因是猝死 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 让本应欢庆的国庆日 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大马外交部就中国将 沙巴与沙拉越大部分水域 纳入其管辖范围的行为 表达了不满 强调这一举动没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也不会接受相关标准地图 根据之前的报道 中国自然资源部 在其2023年版标准地图中 将我国沙巴与沙拉越的 大部分水域 划入其管辖范围 同时也包括中国与印度的争议地区 大马外交部长赞比里指出 我国将对这一事件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 他在国庆庆典后受访时表示 我国外交部已经发布了声明 按照我方的操作 我国随后会递交外交抗议 根据外交部的声明 大马坚决认为 这是中国单方面提出的海域主张 与我国的立场不符 他们再次强调 就像在南海问题和海域边界问题上一样 我国拒绝接受任何外国基于南海主权 权力和管辖权提出的对我国岛屿或海域的主张 声明指出 南海问题十分复杂且敏感 需要根据国际法规 特别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通过和平和理性的方式 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 大马表示致力于确保各方有效遵守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并在谈判过程中制定有效和实际的南海行为准则 以早日实现这一准则的目标 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 在周级国庆日庆典上发表讲话 指出由于西马政治争斗的缘故 国家未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发展 他表示 一些政治人物利用种族和宗教问题 来分裂多元社会 以获取政治支持 在全球面临诸多问题 特别是后疫情时代 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对国家十分不利 阿邦佐哈里强调 国家需要团结一致来应对问题 因此 内部的政治争斗必须停止 因为这只会导致团结的分裂 如果继续彼此怀疑和不断争吵 国家的经历和思维 将被浪费在击败对手上 他提到 在沙拉越政党联盟领导的 州政府的引导下 经济发展已经确定了明确的方向 特别是通过后疫情时代的 2030年发展策略 自2017年以来 州政府在各个领域都大量投入资金 旨在将国家经济快速推向高水平增长 从而增加国家收入 为人民创造更多优厚薪资的工作机会 针对声称 有超过5万名中国人获得公民权的指控 土团党宣传主任拉扎里 拒绝撤回相关声明 并要求政府调查行动党 此前 行动党成员林立盈 要求拉扎里和伊党在24小时内 撤回有关授予54,000名中国公民公民权的指控 并公开道歉 拉扎里表示 在披露有中国人获得公民身份后 他认为行动党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隐瞒了一些事情 他问道 为什么行动党会在54,000名中国人 获得公民权的问题上跳出来 也许该党有一些实情在隐瞒 他在登州2023年国庆庆典上向媒体表示 如果行动党没有隐瞒什么 为什么会要求撤回声明并道歉呢 他表示 行动党实际上对于54,000名中国人 获得公民权的问题不太了解 因为内政部长塞夫丁和国民登记局 已经做出了解释 他指出 为什么需要证明或证据 问题是 需要给人民一个更深入 更详细 更精细的解释 因为这涉及国家主权和最高特权 他强调 大家都对授予公民权的问题感到非常担忧 而行动党似乎并不担心 他们可能试图掩盖一些事情 他还提到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和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曾透露 国民登记局存在权力滥用 腐败和治理不善的情况 他表示 国盟已呼吁反贪污委员会介入调查 与此同时 他要求 国家公共账目委员会和下议院的反贪会 传唤塞夫丁和国民登记局 以进一步解释 他还表示 他们坚持要求行动党最高领导层 也接受传唤和调查 巫统最高理事阿莫·马斯兰表示 前首相马哈迪是导致马来人对行动党不满的 前巫统领导人之一 根据塞纳哈里安的报道 他指出 目前由巫统与行动党构成的执政联盟 难以被马来人所接受 部分原因是有人曲解了这个新联盟的实际情况 他解释说 马哈迪成为灌输马来人对行动党不满的对象之一 然而 在2018年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时 马哈迪是站在行动党一边 以击败国阵为目标 事实是 马来西亚人接受了这一点 也因此给予了他们成为当时政府的机会 阿莫·马斯兰解释 构建联合政府是一种适当的治理模式 因为它包容了所有政党 考虑到我们的多元族群 在联合政府中占据多数地位 因此并不仅仅是针对马来人 一党宗教司协商理事会主席马福兹相信 一旦乌统主席阿莫·扎西不再担任该党主席 乌统 一党和土团党就有可能实现团结 他表示 只有这三个马来最大的政党联合起来 才能够实现掌控国家领导的愿望 马福兹在一场国盟讲座上强调 一党 土团党和乌统必须团结一致 以在政治上取得重大胜利 他认为 如果这三个党能够联合 国盟候选人在中央或州级选举中将更容易获胜 他提到 一党和土团党的联盟成功赢得了74个国会议席 并且在登加楼 吉兰丹和吉达等州的选举中几乎全面胜利 国盟在雪兰娥和森美兰州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他强调 这三个政党的团结 将能够加强他们在选举中的地位 从而推动更强大的领导力和政治胜利